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央视精彩剧集 张夺为您导航 我们是引领正义的使者 指引正确方向的领航人 希望大家不要有任何的疑虑 也不要再去胡思乱想 我再一次地强调 在我们的政策里面 没有折磨 没有惩罚 没有报复 他还是蛮有能量的 他会把这个事情推进的 去执行的 然后调动所有人 让所有人都能够在他的周围 然后能够相信他 不知道赛首员什么来历 知道 他是国民党宗教兵团司令 人家兵团司令来了 你连面都没露 架子够大的 我知道我错了 我是有粗心大意的毛病 你这不是粗心大意 你这是官僚主义 认识不足 以后要注意 是 我以后一定注意 政委什么时候回来 政委去压解战犯了 可能过几天才能回来 他一开始也不愿意从事这个工作 这个思想上也有反复的 而且他自己的亲人 他的妻子以前也是在他们执行地下工作的时候 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他是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仇恨在里面的 但是他必须接受这个任务 他是要咬着牙去执行好这个任务 但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还是有让他吞不下的苦水 所以这个思想实际上是一直在波动当中 然后逐渐地思想意识往前走 而不是一开始说我就能够把他们改造好 然后我很有信心把他们改造好 都排好队 够了证机 这边 我是龚德林药犯管理所所长王英光 龚德林药犯管理所政委贺春年 贺政委 辛苦你了 不辛苦 他呢 这里面就是把握方向 因为在你推动这个事情当中 再加上王英光本身具备的这些比较活跃的性格 是不是符合政策的借度 由政委来把握方向 现在主要的情况是 大家都刚刚集中起来 很多人的情绪都不稳定 胡思乱想的人比较多 所以我们要想尽办法 尽快地让他们安静下来 学习改造方面 长期的计划和短期单排奏需要 郑伟 你首先想让他们学习什么 他的觉悟始终是在我们之上的 我们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郑伟就会来 说一些政策 希望能够把我们开到好 但是我们之间还是会有激变的 因为这个改造的过程 实际真的是非常的艰辛和不容易的 就像政委这样政策领悟得非常好的人 到最后也会让战犯的这些种种的行为 给逼得就觉得应该把他们如何如何 实际大家都是会有这个思想上面的变化 您说我们这看管战犯的 现在被战犯骑在脖子上拉屎啊这是 我真咽不下这口气 因为他的这个整个人物身份的背景 他家里的所有人 全是被国民党反动派给杀掉了 大概20多个人 这样的一个刻骨铭心的仇恨 让他再来去改造这些人 而且改造的过程当中呢 实际是他觉得是给这些人服务 管这些人吃 管这些人喝 管这些人睡 他这个心理过程 要承受多大的这个冲击和矛盾 全体都有 小心 让 报告出场 队伍整理完毕 请支持 作为演员来说非常非常的棒 是非常好的演员 是粗中戴戏的演员 演戏的那些喜感 节奏感 演起来会让你觉得这个对手特别难 用温暖画人心 用真心画合合 这就是在功德林里 悄然发声音 我是张朵 我在心推荐